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開箱的是波朗9代9477CC的一個電動刮戶刀 打開之後第一個出現的是一個充電盒子 表面有點像皮夾的質感 所以摸起來挺舒服的 打開之後我們先把裡面的刮戶刀取出來 然後你看到充電盒的左邊它配有一個清潔用的刷子 另外這邊就是一個充電的開關 那影片的最後我們會釋放把刮戶刀放進去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它燈亮起來的效果 OK 主角燈長了喔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它這個刀頭的部分 首先往下推的話呢 你就可以讓它固定在三個不同的角度 你往上推呢 你就可以讓它前後自由的滑動 然後背後還配有一個收剪器 但它這個收剪器它的問題就是 它能真不能說 也不是啦 就是它說回來的時候它沒那麼靈活 而在刀片的設計上 博覽這個型號是用了五項協證的刮戶元件 加上每分鐘一萬次的微震動 本人試過了 是真的刮得很乾淨很快也很舒服 那這個是使用手冊 然後現在我手上拿的這個是清潔液的補充裝 呦這時候另外一個大用戶登場了 這是它的智能充電清潔座 那它的前面有一個開關的按鈕 然後上面這個空格就是用來方式刮戶刀的 那它下面這個位置輕輕一拉就可以把剛剛的清潔液充裝放進去 OK那最後一個就是它的充電線 那剛剛我們講到的智能清潔座 充電盒子還有刮戶刀都是靠它這一條線的位置生命的 那我想說它這個電池的續航力是非常的強 我基本上每天用 但可能一個月只需要充一次電吧 Alright 你們最期待的畫面要來了 把刮戶刀放進去按下充電開關 Damn是不是未來感持足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挺重的 所以如果你們出去旅行不是去很久的話呢 我不建議帶上它 因為它會用你的行李很容易操縱 Alright that's it 如果你們喜歡這一集的開箱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個讚 還有分享給你身邊還是需要買刮戶刀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看我開箱保護一件產品的話 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上一集再見 D ベクニック D ベクニック D ベクニック